校长,小事一装,您就不必这么客气了。 我推开了桌子上的翡翠亭安寇,拒绝了对面的谢礼。 不行的,怎么能让江小姐您白帮忙呢? 如果不是您,学校怎么给学生和家长们交代? 白胡子老头满脸感激地看着我,要不是您及时驱逐了图书馆的煞气,中邪的学生会更多。 他见我还是不接受谢礼,拍拍我的肩把平安寇系在了我的脖子上。 恕我唐突,没有更好的谢礼能给江小姐我已经够愧疚了。 以后学校有什么事情,还要仰仗您呢? 然后笑眯眯地把我送出了校长办公室。 我握着胸前碧绿的翡翠,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这块玉的灵气很足,橙色也完美,养在身边没有害处。 正想着今天中午吃什么,拐弯的楼道里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你们看,我就说了,恶心死了。 江凡要是没跟校长有什么交易,怎么能在我们学校上学呢? 林婷婷的声音很大,笑得很招摇。 一周进三次校长办公室,一静静这么久,真的,一想到要和这种人再一个班我就恶心。 我勾唇一笑,并不想搭理他。 没想到他却直接拦住了我,眼睛死死盯着我胸前的平安寇。 天哪,这不是何大师的作品吗? 前几个月在拍卖行七位数交易的呀。 一个女孩突然惊呼,不是,这么小一块翡翠七位数。 你别逗我。 哎呀。 惊呼的那个女孩解释,这块平安寇不只是原料贵重, 而且有何耀弥大师的雕工加上她的加持,七位数已经算简陋了。 然后,那个女孩子捅了捅林婷婷。 你不是说这块平安寇你爹地拍下来了吗? 林婷婷收回她恶毒的目光, 把头一偏,我爹地送人了, 这块欲得有缘,才可以带。 她又恢复了一开始的盛气灵人, 有些人受不义之财, 压不住这块灵域, 可是要捣血没的哦。 我笑死, 他们口中的何大师, 不过是我本家收的外徒。 这点东西, 她赶着送我都来不及, 我能压不住。 我回头, 提笑肉不笑地对这群蠢货笑了一下, 随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群人, 理会他们只会耽误我干大事。 最近室内灵气波动诡异, 来找我帮忙的人越来越多。 本来我人懒, 不想搭理。 奈何全都关系到我家守护的法阵, 任何在她庇护范围内的失常, 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 我只能抽出时间去解决。 这天帮一个老板解决完她的地皮上的小问题, 她激动得不行, 非让她女儿去挑选定制了一身旗袍送我。 正好这天迎新晚会, 校长选中我当主持人。 我就把这身旗袍穿上了, 当给她老人家撑场面。 在后台化妆时, 我的化妆师很夸张地叫了起来, 你这身旗袍是鸾滑台的吗? 同样在一旁化妆的林婷婷听完冷哼, 鸾滑台。 鸾滑台哪有这么好约? 她的狗腿子在一旁附和, 就是就是, 鸾滑台可不是谁都能约到的。 我们婷婷可是林氏集团的大小街, 连她想为了迎新晚会约一套都没约到。 我看某人身上那套是假的吧? 我白白手, 不用你看, 百分百假的好吧。 林婷婷家境优渥, 是上市集团的独女。 从来见不得别人比她好, 跟她争辩是白费口舌。 正当我以为事情平息, 今晚能顺利结束时, 林婷婷趁我卸妆时, 以帮忙为由, 故意把一小瓶指甲油打翻在我身上。 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的。 这裙子多少钱啊? 我现在转你。 她点开了手机, 一副很真诚的样子。 我看着旗袍上的指甲油, 心疼。 这也是金主给我的一片心意呢, 这么好的一条旗袍。 哎, 我看这个旗袍料子真的很好。 如果就这样了怪可惜的。 给我化妆的那个小姐姐开口, 要不有条件, 还是送到鸾滑台去清洗吧。 鸾滑台做旗袍厉害, 清洁旗袍也很厉害的。 林婷婷铁铁铁嘴, 将反你的意见呢。 我当然选择去鸾滑台清理啊, 我又不缺她那点钱。 估计季铦桑台这辈子都没接手过档次这么低的旗袍, 它也不嫌丢脸, 林婷婷的狗腿在路上不停地说。 当我把旗袍递给来接待的工作人员后 他很客气地给我们端了茶点上来 你们这里还没接手过这么差的旗袍吧 修复时用料扎实一点哦 把档次提一提 多花点钱不要紧的 林婷婷幸灾乐祸地提出要求 小姐 这条旗袍是出自我们店的 所以清洁和护理是不需要付费的 工作人员微笑着说 怎么可能啊 你们家的旗袍不是都预约到八个月后去了吗 这条是他上周刚刚拿到的呀 工作人员拿着iPad查了一下记录 小姐 这件旗袍的确是上周余墨老师赶出来的 我们这里有流荡 绝对不可能是假的 这夏琳婷婷的脸比吃了屎还难看 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 这件事传到学校去了 哎呦我的天呢 真是看不出来江凡有这个实力 那还有人约不上鸾滑台的还一直炫耀呢 结果被人家穿鸾滑台在迎新晚会上咽压 无论我走到学校哪里都有人讨论 林婷婷被气得不行 逢人就说那旗袍我干爹地送我的 没有男人我什么都不是 不过我平常接单和维护一方灵气平衡已经够累了 压根就没空搭理林婷婷 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以另外一种角度来看 老板们何尝不是我的金主呢 我在自习室翻着备忘录 今晚朱老板 明天帮学校加雇仪式 后天黎老板和张老板 饿呀 我内心崩溃 钱难挣 事难吃呀 真的不考虑让我付三倍价钱加急吗 对面一双线长的手 把这张纸条递给我 我抬头一看 是林婷婷传说中的未婚夫魏长庚 她眼神恳切 还带着些可怜 我把平板上的排单摆在她面前 我很忙 况且我就不想接她家的单子 以林婷婷对她的痴迷程度 我去了她家还有安生日子过吗 江小姐 你就当可怜可怜我吧 要是有其他办法 我肯定不会三番五次地打扰你呀 她家的情况 我知道 很多老板都跟我求过情 不过那个宅子位置特殊 不再能影响我法阵的范围内 秉承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 我一直没理 果然没一会 林婷婷闻着胃过来了 她不顾自习室其他人异样的眼光 像是一个来抓奸的妻子 瞪着眼睛移植气时 我知趣地拿上东西离开自习室 江小姐 喂喂 江小姐 你还没说答应 不答应我呢 走出自习室没几步 魏长庚的声音又在我身后传来 林婷婷声音尖锐 长庚哥哥 我才是你的未婚妻 什么叫她答应不答应你 况且她都和这么多老男人不清不楚了 你怎么还自降身价贴上去 路人纷纷驻足 我静静地看着这出闹剧 魏长庚对林婷婷态度冷淡 惹得她就要哭出来了 见我快走了 她眼睛突然一亮 周末我家会举行施展 那件错金铜箔山炉也在 你来看吗 这时 一个同系的专业课老师路过 长庚 你家要办施展 她立马明白了老师的心思 是的 老师您要不这周代班上的同学 一起来看吧 她又转头看向我 挑挑眉 一定来哦 思 如果那件东西在的话 也不是不行 魏长庚家境殷实 住的宅子是祖传的大院 说是大院 实际上差不多有半个小镇这么大了 雕梁画洞 一步一景 就连景观湖上的小亭子都是青蓝琉璃瓦 林婷婷一进院子就跟来到了自家室的 养着头装座漫不经心的介绍起来 哇 亭婷 这是真正的古董金丝楠木家具吧 之前在院子里就看呆的同学们进了会客厅 更是束手束脚 被都不敢往一看就价值不菲的椅子上靠 虽然能进这所大学的人家里都非富极贵 可和魏佳这种百年世家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林婷婷今天穿得很应景 一身素雅的裙子 头发松松挽了个发际 十足时的古典美人 嗯 对的 这都是长庚哥哥家收藏的家具 大家要小心对待 不然小瓜小碰出问题了 我都怕有人赔不起 他突然加重咬字 此时我正在研究面前的雕龙顶香柜 手指忍不住在上面滑动了一下 听明白他在点我 无所谓的耸耸间 坐回了位置 哎呀 江小姐想看就随他看就是了 我们家没有这么多规矩 一位穿着旗袍的妇人从门外走来 身后跟着换上长衫的卫长羹 可是阿姨 那个柜子不是向来不许外人碰的吗 林婷婷似乎有点不服气 撒娇一般 卫母似乎没有听见她的话 她走到我身前 把一块羊之玉进步记在了我的腰间 终于见到江小姐了 实在不好意思 我爱人还在公司开会 招待不周请见谅 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这就先当见面礼 长羹 还不快给江小姐敬茶 我连忙摆手 不用了不用了 劳烦您直接带我去逛一圈便好 我也不装傻了 既然卫母都亲自来了 有什么问题 她带我逛一圈就明白了 那好 长羹 你负责带你的老师同学们去看展览 她轻轻拉住了我的手 把我带去了门外 阿姨 我也跟着你一起去好吗 林婷婷急切地跟上来 为妈妈很冷漠白白手 请不要打扰我和江小姐 我跟着她沿着这个院子绕了一圈 我隐约发现不对 倒不是这个宅子有什么不好 是这个宅子实在太好了 刚刚过来的时候 我观察过 这里藏风聚气 风水上加 整个院子布局也极好 能看得出来得了高人指点 就是好的有点太诡异了 路过一片院子时 我指尖的铃铛轻微响了一声 掏出锣盘一看 好家伙 指针开始疯狂转动 铃铛颤抖得也越来越厉害 推开门 院子西北角有一棵很繁茂的张树 上面黑气欲结 但当黑气发散的时候 好似又被外面和谐的气息同化 这种影响看起来细微 可却是罪恶毒的 我转身问魏妈妈 家里这几年是不是亏损得比较厉害 而且有很重要的长辈意外深固 魏妈妈睁大了眼睛 是的 通知你们本家的所有人过来这个院子里集合 江小姐需要让带东西过来吗 我们本家有做法器生意 他声音有些颤抖 我柔柔眉心 不用 人一定尽量到齐 只要活着的能到的一定要到齐 他连忙打电话发微信 我趁这个空当在树下去了一点 你抹在我的铃铛上 则 还不止在一处动了手脚 等人到齐 已经是黄昏 魏长羹是最后一个到的 抱歉 刚刚才把老师和同学们安排好 他抹了抹眉头上的汗 小心翼翼站在我身边 扫尸了一下 魏家本家的人 似乎只剩当打一袋了 没有看见一副老年面孔 来得正好 需要你一滴指尖血 我掏出怀里的银针不留情地 往魏长羹指尖一次 把新鲜的血液滴在了一张符纸上 树下早被我布好了一个阵 观察着符纸冒出的烟 留给了他一枚铃铛 你留在这 把铃铛埋树下 其他人跟我走 烟显示的是真相 我拿着锣盘领着其他人一路向东 果然 又在一处偏僻的院子里 发现了一棵长在井边的瘦弱桂树 我拉过魏母的手 冒犯了 随后扶纸在树下消散 女眷们都留在这里 把铃铛震在这个小院的四角 跟着最后的线索 我来到了一处上了锁 毫不起眼的小院 想必 这就是魏老先生的院子了吧 魏父道西一口凉气 是的 江小姐果然料事如神 能打开院门吗 正当我想触摸这扇门时 不远处传来一道声音 老魏啊 好久不见 听说 我的女婿被别人抢了 一个中年人被林婷婷 挽着向我们走来 开口火药味十足 魏父尴尬地站在原地 其他人面面相去 哟 今天来了这么多本家人 他走近才发现 这里不止魏父一个人 惊了一下 魏父推了推眼镜 老林啊 你的女婿被别人抢走了 是个什么说法 林婷婷跺跺脚 指着我 魏叔叔 就是他勾引长羹哥哥 他又穷又不减点的 现在把主意打到长羹哥哥身上了 听说 你家贵重东西多 我劝都劝不住 非得让阿姨带他去逛逛 说不定在打古董们的主意呢 魏父皱起眉头 一脸抱歉地看着我 我看了一下时间 则 马上入夜了 今天是办不了事了 让阿姨他们做完回来吧 今天不能继续了 我告辞 我转过身准备离开 林婷婷大叫 你怀里是不是藏了东西 你心虚才要走得对不对 她的声音把在附近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引了过来 沈氏的眼神落在我身上 婷婷 你听叔叔说 魏父想说什么 很快又被林婷婷打断 她拉扯我的时候 手里凭空出现了一只发簪 好啊 我就知道 你藏了东西 你现在还不认罪 叔叔 我记得这可是你们家的珍藏 黄飞用过的簪子 她把主意打到这上面来了 你快报警啊 林婷婷揪着我的衣领 我无奈举起双手 行行行 大小街求你报警 我跟着你去警局配合调查好吧 周围的同学开始窃窃私语 林婷婷一脸胜利 邀公司地看向魏父 好啊 既然你认罪了 那就老实跟我去警局 等等 这个是我送给江小姐的簪子 不是她自己拿的 魏母小跑着赶到 称怪地看向魏父 笨脑袋 知道这只簪子 一直在我身边 看到江小姐被冤枉 还不出声 她从已经呆了的林婷婷手上 抢过簪子 从容地给我挽了个发剂 这下全场寂静 天哪 这个簪子这么珍贵 说送就送 魏家太好了 比刚刚林婷婷拿出来炫耀的手链看起来还珍贵呢 魏家对江凡这么好吗 看来是很满意 他这个人啊 魏母很有手段 三句两句就震住了林家妇女 张洛叫车把外人送走后 笑咪咪地将我留了下来 看着一听的魏家人 我叹了口气 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 魏老爷子意外离世 的确和这个宅子有关 有人在你们这里布了一个凶阵 改变了风水布局 引得附近的煞气冤魂都在此聚集 且久久不散 如果继续放任下去整个家族的气韵 就要到头了 这时 门口传来吃笑的声音 一个长相伶俐的年轻女孩 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 搞什么 你们又趁我不再弄什么封建迷信 付费点 魏玲 这不是封建迷信 江小姐是很厉害的人 你别乱说话 一个年长些的男人开口 面前的女孩不屑地哼了口气 生老病死人之常情 要不是我未来侄媳妇跟我报了信 你们是不是没打算让我知道 要在我家弄这种荒唐事 魏长羹攥紧了拳头 面色不是很好 我抿了一口茶 看了她一眼 如果这位小姐不愿意的话 我走便是 魏妇立马把魏玲拉回位置上 连连做了几个晋升的动作 她才哼了一口气 不再言语 这个阵成行很久了 在为老爷子申雇前 应该还有预兆 我看向刚刚来的女孩 这位小姐 先前是否有养过宠物 宠物是否意外死亡 她冷哼着看向魏长羹 你连柳条的事情 都提前告诉她了 魏长羹莫名其妙 小姑 我之前都不和她说话的 是淹死的吗 我看了看面前的狮草 又看向魏玲 她突然大笑起来 都说了 少给我装神弄鬼 柳条才不是被淹死的 她挑衅似的抬起下巴 连着都算不准 你还是早些出去 忽悠别人好了 我看着面前的卦象 你看见的死因 是被猫捕杀了 对吧 她刚刚还洋洋得意的脸 忽然收住 愣愣地看着我 为母捂住嘴巴 江小姐 神了 我们看见的柳条 柳条的确是被露娜吃掉了 其实并不是的 她在被猫吃掉前 已经掉在水缸里面淹死了 魏玲站了起来 猫捕杀鸟是天性 柳条都被吃到肚子里了 怎么死得根本查无对证 你就继续编吧 我摇摇头 哪里没有证据 明天打开魏老爷子的院门 里面的水缸底 应该还残留着几根羽毛 当第二天把水缸掀开时 魏玲的脸彻底白了 哆嗦着一言不发 江小姐果然是大师 魏母捂住了嘴巴 崇拜地看着我 我扫尸了一下周围 这个院子没有种树 只是搭了一个凉棚 一个鞦韆 放了一个金鱼缸 墙边种满了兰花 把桃木剑插在院中的泥土里拔出来 桃木剑已经变成了血色 我面色凝重 桃木剑能有这种反应 说明这里的煞气已经很严重了 我正想继续观察布局时 目光扫到了一片 没有任何植物生长的空地 用铲子一挖 一个泥偶录了出来 再一看 附近的墙角有一个小小的壁龛 里面放着香炉 我把泥偶用符纸封住 往在场所有人身上写了道区鞋符 不行 这个阵法没有这么简单 我展开随身带的笔记本把线索连了起来 张树在西 桂树东 岸边垂柳 海棠聚气 展开罗盘看了一眼 好家伙 罗盘已经沉针不动了 沉针不动 视为大厦 忽然罗盘针飞速向魏灵指去 我赶忙朝他甩出一道符 你们现在快去把昨天自己埋的铃铛挖出来佩戴在身上 三位男性 长辈和魏灵小姐跟在我身边 魏灵的脚下开始冒出丝丝血迹 鲜红的似乎要攀上他的脚踝 他被吓得愣在原地不敢动 我又往他身上加固了符咒 另外三位紧紧靠在我身边 不敢动弹 鸟开始颤动 我知道此地不能留了 捏绝护送四个人出了院子 其他人已经取了铃铛在院外 我呼出一口气 现在你们家已经形成大厦了 要想活命铃铛不许取 魏长羹沉稳点点头 好的 你放心 魏灵紧紧抱着我 像个八爪鱼一样 扒在我身上 我之前错了 我身子弱 你得保护我 其他人也紧紧贴在我身边 许是见过魏灵脚下凭空出现的血液后 都被吓住了 有符咒和铃铛白天问题不大 我把他们带到客厅 又在客厅窗户上做了仪式 然后带上工具去给宅子布局 江凡 你能不能别走 我害怕 魏灵抱着我的手瑟瑟发抖 我瞥了他一眼 现在不让我出去 万一晚上被附身了难受的是你 他才放开了手随我出去 我绕了宅子一大圈 在院墙下的土里 定了九颗桃木钉 又用红线在那几棵树下布了阵 叫了外卖 在门口拿了才进去 为母感动 江小姐太贴心了 大师的格局就是不一样 现在煞气被我锁在宅内 蠢蠢欲动 我整理了一下身上的法器 为今晚的硬仗做准备 还好这里够大 除去不好做饭 厕所什么的都有 到了黄昏 室内室外都被我加好了仪式 我拎着桃木剑 解除自愿当幼儿 引煞气的为长羹身上的树法后 一片平静 这里的煞气聚集 甚至没有白天厉害 然而罗盘还是沉针不动 我皱起眉头 救命 我顺着声音转过头去 魏灵已经扼住了魏母的喉咙 该死 忘记了昨天她的血没有压在底下 我手持黄符 用桃木剑挑起 指抵她眉心 破 符指在接触到她皮肤的瞬间 化为一缕青烟 魏灵手 施力一瞬 魏长羹趁这个空档拉开了魏母 魏灵见到手的猎物没了 愤怒地用血红的眼睛看着我 我从怀中掏出了震斜碎的红线 在她攻击我时抓住机会捆住了她的手 快点来帮我捆住她 旁边已经愣住的其他人才上来帮忙 把她捆在椅子上时 我拍拍手 她的嘴里发出飞人的节节声 我沉下心 捏了几个法绝 弱化了她身上的煞气 猪口神 兔会除分 蛇神正伦 通命养神 罗千齿神 却邪未真 急急如律令 最后一道符咒消散 魏灵的眼神 变得清明后很快陷入昏睡 我用朱砂画了一道 有安神作用的福在卫母和卫灵额头 大家安心休息吧 问题暂时被解决了 我擦了擦手 天亮后 你们把老爷子院里的尼偶 送到附近的香火旺盛的地方去 为父点点头 太感谢您了 愁今我会按时打过去 这个不急 事情还没全完呢 还有东西没被逼出来 这段时间 我会跟你们保持联系 我整理好了东西 背起包裹准备离开 为长庞拉住我的手 你不打算留下来看看那件博山炉吗 我正脱开 现在不必 大家好好休息 就是 我回到家观察了一下法阵的灵力波动 收拾了一下自己也睡了 第二天到学校时 路过的同学都看着我窃窃私语 与我眼神接触又像只安唇一样 缩了回去 走到教室时 看见一圈同学围着哭哭啼啼的灵婷婷 不知道在做什么 江凡 你还有胆子来学校 见我进教室 一个女生激动起来 另外一个女生按住她 笑三脸皮后 有什么不敢来的 我勾唇一笑 看来林婷婷前天回去后 没少说好话呀 打开校园论坛一看 或 全是骂我的帖子 是我不够好 我没有江凡同学优秀 这都怪我不好 男生选择 它是很正常的事情吧 林婷婷声音娇娇 委屈至极 身边的人立马开启 又一波的打抱不平 就插蹦过来指着我的鼻子骂了 但是 谁关心了 我冷着脸坐在教室后面 静静地看这场闹局 直到老师进教室 混乱才结束 上课上到一半 我安静地做笔记时 林婷婷突然捂着脸跑出去 老师一脸莫名其妙 她的小腿毛举手 老师都怪江凡 江凡把林婷婷男朋友抢了 她最近心情不是很好 说完还转过头瞪我一眼 平时对我宠爱有加的老师 一脸黑人问号 疑惑地看着我 我怂怂间依旧没出声 教室里开始响起讨论声 老师轻轻嗓子 好了 劳烦去为同学把林婷婷同学找回来吧 刚刚举手的腿毛 很快出了教室 咦 林婷婷 你怎么了 林婷婷手上正捏着一具青蛙的尸体 青蛙被掐得血肉模糊 眼球都爆了出来 哦 有脆弱一点的女生当场吐了出来 林婷婷却和魔争了一样 还在掐手上的湿滑的尸体 最后连青蛙眼球也掐爆了 手上像多出一团呕吐物 婷婷 你别捏了 去洗洗手 有男生大着胆子扯着林婷婷的衣角 要带她去洗手池 林婷婷却仿佛魔争一般 还在碾压手上的血泥 嘻嘻 她似乎终于满意 抬起手欣赏一会 随后张大了嘴要把手往嘴里塞 现场所有人看见她的举动 全部呆住不知所措 啪 我戴着手套打落了她的手 快速地捏了一个绝 在我点了她的眉心后 她整个人和回魂一般 眼神灵动起来 然后她看见自己血肉模糊的手 开始尖叫 我戴上耳机回到教室 老师和同学们围着她团团转安慰她 嘻 居然是被她带出来了吗 我感受着指尖存留的煞气 完蛋 那更麻烦了 来到医务室 我看着哭着上气不接下气的林婷婷 开口 现在你惹上了不该惹的邪碎 让你家人来请我能帮你解决 她闻言 本来还哭得苍白的脸 猛地红了起来 你还好意思说 就是你把我被婚夫勾引走了 害我精神压力 大才做出这种事情 现在还装神弄鬼想骗钱呢 现场的同学也帮腔 就是就是 都什么年代了 还搞封建迷信 将凡你上学期思政课学哪了 算了 好言难劝想死的鬼 让他受点罪再说 回到家里 我日常检查法阵 却直接带住了 阵法正在被煞气侵蚀 而煞气 来自卫家方卫 该死的 我想起了什么 赶忙打车去了卫家 开门的是卫灵 他见我来眼前一亮 还在想怎么请将小姐 载过来呢 没想到 我气喘吁吁地打断他 请先别说 让魏先生出来见我好吗 他见我表情严肃 连忙把我带到客厅 然后喊来了卫府 冒犯了 我可以进您的私人博物馆看看吗 他被我的急切吓到了 当然可以 我现在就让长庚带您去 当我看见那件东西时 我心下了然 果然啊 隐藏的雷在这呢 怪我大意了 文物本身就是 鹰气极深的物品 而这个博物馆的布局 更是将鹰气锁得死死的 我看着眼前的博山炉 这件东西 原本是我曾祖父 送给魏家镇宅的宝器 它是被有心之人 改成了藏屋纳会的邪物 怪我先前太急 没有第一时间来检查 我指着博山炉 这件今天能给我带走吗 可以 魏长庚点点头 我呼出一口气 那好 你出去 我要不法了 好在这里煞气虽重 但都是死物产生 没有形成灵 解决起来也简单 仪式结束后 我将几枚铜钱压在墙角后 画了示意图给魏长庚 找时间按这个格局摆放这些文物 简短的吩咐之后 我抱着博山炉回了家 我按照博山炉 我按照博山指示将它摆放在训位后 法阵中的煞气立即被压制住 重新画了一张魏家的图 该死的 博山炉还不是煞气的阵眼 不过现在它在我手上 以他身上的加持压着煞气完全不是问题 魏家的事情看起来更加扑朔迷离了 如果找不到煞气的眼 这一切阵法都无法真正破除 林婷婷最近怎么没来学校 课间我听见同学讨论 别说自从它从魏长庚家回来 就跟中邪一样 上次不是掐死了一只青蛙吗 听说它又活吞了一只金鱼 去看心理医生去了 我皱起眉头 这很明显是煞灵附身要靠吞食生灵为养料啊 在过段时间 林婷婷直接办了休学 显然是情况越来越糟糕 有天正走在上学路上 蹦出一堆摄像机指着我的脸 请问是江小姐吗 对于您介入林氏大小街和魏家长 公子的婚约 您有什么想法 我急忙捂着自己的脸 太多的关注度对我没有好处 可面前的人还是喋喋不休 您认为当小三光荣吗 如果不光荣 那怎么会选择魏长庚作为您的情人呢 让开 我不是她女朋友 我想从她们中间挤出去 一道宽厚的胸膛把我隔绝开 她不是我女朋友 请你们不要随意打扰一个普通人 魏长庚冷冷地说 然后回去告诉你们老板 所谓的婚约是怎么样她心里门清 再装傻下去 别怪我不客气 回到学校 我呼出一口气 看向魏长庚 谢谢 她从怀里拿出一张卡 应该的 这是你的酬劳 我把卡收到包里后 手机进来一个电话 是我那徒孙和药迷的 接通后 她声音欣喜 施工 您老人家终于理我了 有话快说 我猜到她肯定是为了林婷婷而来 对面清了清嗓子 就是有个小女孩吗 被邪气上身了 您知道我才疏学浅不堪 大任 可对面出手阔气 我想请您来助阵 酬劳您八我二 如何 果然 林家开始急了 地址 时间 她兴奋起来 好嘞 等会微信发您 到了约定时间 我准时到了林家 我 柔 迟迟等不到何耀弥 但看着宅子散发出的煞气 我还是坐不住 敲响了林家的门 林妇看见是我 本来还谄媚笑着的脸 一下子垮了下来 哟 这不是魏长庚的小女友吗 你来这干嘛 我点开何耀弥的通话记录 何大师让我先来布置仪式 她冷哼一声想直接关门 我淡淡地说 先别急着赶我走 林婷婷在屋内是不是已经要开始砍人了 林妇面色一白 还是打开了门 在楼上 我一看见躺在床上虚弱的林婷婷 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这才几天 这个煞灵就化成了这种程度 正当我掏出法器准备削弱她的时候 林婷婷的妈妈不知道从哪蹦了出来 不许你碰她 都是你 我女儿才变成这样的 她死死地护住林婷婷 恶狠狠地看着我 老公 你快点把她赶出去 林婷额头流着虚汗 不知所措 这时门铃又响起 她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去开门 没想到来的不是何耀迷 而是班上的同学们 我揉了揉太阳穴 天哪 这一家蠢人是怎么赚这么多钱的 这种时候还允许同学来探望 为首的几个看见我特别兴奋 一直阴阳怪气 我在弄虚作假 不走正道 比不上和药迷一根毛 林婷婷听见他们拉踩我 在虚弱也挤出了声音嘲讽 等会何大师来了 看她不狠狠打你的脸 何耀迷姗姗来迟 我瞥了她一眼 示意她先看林婷婷 何大师 你终于来了 快点看看我们家婷婷 何耀迷下了道探路的符纸 一瞬间消失 她面色变得不好 求助似的看向我 我耸耸间 对面对我也不是很友善 我没必要这么早出手 何耀迷只好硬着头皮做仪式 可林婷婷的气息却越来越虚弱 最后她满头大汗 颤抖着声音走向我 师公 这个煞灵太强了 我功力不够 我鼓掌 你做得很好 起码把煞灵锁住了 这次解决不了下次再来呗 林婷一下子呆住了 何大师 您叫他什么 何耀迷懒着我 这是我师公 莽真一派的唯一正统继承人 林婷听闻面色一白 双膝一软就跪在了我面前 求您救救我女儿 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冒犯您了 求您 那个采访您的节目绝对不会播出 林婷还在猛逼状态 她使劲拉着林婷 丢什么人哪 她是你女儿的小三 林婷连忙拉着她一起跪下 见内愚钝 请大师不要怪罪 我女儿还年轻啊 周围的同学包括林婷婷全都愣住了 他们目瞪口呆地看着我 林婷见情况不对 似乎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 对不起 如果您能救我女儿 我真心实意地求您 江小姐求您救救我们女儿 何要迷拉着我 诚意到了 哈 我转动一下手腕 我又不是真要走 抬手在林婷婷床边布下一个驱邪阵 急急如律令 破 不顾林婷婷气律的脸 用朱砂点了她的眉心 她体内的生气已经很虚弱了 我又急忙贴了一道所生气的符 沙灵被阵法和符咒逼得蠢蠢欲动 突然一下子从林婷婷身上逃走了 她立马陷入昏睡 我掏出锣盘要看沙灵去向 转头却看见了窗外的圆钉 要推着除草鸡向另一个人直直冲去 飞速丢出了我的陶木剑 陶木剑带着符咒击中她背后 剑圆钉也瘫软下来 我连忙做阵法把沙灵王我身上引 该死的 晚了一步 面前的男同学从怀里掏出水果刀 因侧侧的药桶和药米 我急忙将她手上的水果刀踢落 反手用红线将她捆住 风来牵制住的一瞬 我动用了家传术法 强风瞬间灌满整个房间 而我扬起的符咒一个不落的贴在了那个男同学身上 她开始剧烈抽动 浑身上下像是在水里浸泡过 不断渗出水迹 我嘴里不停念着咒语 我天哪 江凡是有真东西 嘘 别打扰江大师做法 除去和药米 其他所有人都缩在了一起 震惊地看着我动作 最后一道眼灵发挥作用 她身上的煞气滑去 何药米松了口气 还是施工厉害 这下都解决了吧 我盯着罗盘 看向林傅 家里是不是供了其他东西 她支支吾吾不言语 我掐指一算 在隔壁房间 何药米把门推开 一个古曼同正坐在正中心的桌子上 我冷冷地瞥了林傅一眼 胆子果然大 在隔壁养小鬼 你女儿怎么可能好 又费了些力气 在这间房做了个简单的驱邪 然后把剩下事情交给了何药米 既然你要拿酬劳 那你就解决这个小鬼 然后连忙打车去了魏家 刚刚从林婷婷和那个男同学身上 我已经知道煞气的阵眼在哪了 在车上我打电话给魏长庚 再次召集你们本家人去祖宅 尽快 等我下车 为家人排成整齐一排来迎接我 我瞄了魏父一眼 劳烦去老爷子院子里 林婷婷被煞灵附身后 独爱水里的生物 刚刚的男同学身上出现的水迹 煞气来自那口鱼缸 在每个人身上都贴了驱邪的符咒后 我才推开了院门 洒了一把糯米浸鱼缸 里面本来清澈的水一瞬间翻腾 变成了血色 可里面的金鱼却依然欢快地游着 魏灵贴着我 江大师 这是什么说法 是不是说明这条鱼命很硬是条吉祥鱼 我摇摇头 甩出一枚铜钱 把这条鱼解决 这说明它已经被铜化成煞气的火眼了 煞震双眼 火眼已死 现在就拆死眼眉找到了 我看向魏父 您自己说吧 地下埋了什么 众人都看向魏父 他额头已经冒出虚汗 您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我不不逼向他 别装傻了 这个会害了你们一家的 不要执迷不悟 其他人一脸蒙圈 有人开口 大哥 就听江小姐的话 你说呗 灵妇的手掌掐了又掐 最后探出一口气 兰花底下 埋了一颗霸求来的佛舍粒 我们家之前运势轻腿 十年前爸爸从喇嘛手里求道 然后按指示埋在地下 这几年才有起色 他低着头似乎有些不甘 荒唐 喇嘛有告诉你们这是谁的设立吗 我拿着铲子立马去那片不长植物的土里挖 还拿尊 你有遮掩 这个设立与你家气场不合 指定不是什么好人的 再这样下去 不出二十年 你们家气运就全被他吸走了 挖了大概半小时 我才从地下把那粒舍粒挖了出来 找个香火望的正统寺庙 求里面的高僧化 一下上面的煞气 这个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 你们也得尝去供奉香火 我吩咐捧着舍粒的卫灵 他立马出去办事 望着天上朝我加油去的煞气 我勾唇 这是字头罗网啊 魏长庚开车送我到家 我留住了他 这小子生辰八字不错 最适合用来做诱饵 当他踏入我家门时 还是被吓了一跳 安了 只是看起来荒凉了一点 这可是这片最安全的地方 我把他按在椅子上 在他身边画了一个引煞的阵法 不一会 他身后的黑色煞灵果然探头 我掏出陶木剑 你别怕呀 我跟他会会 煞灵 你该怕 我可是会说话的 天哪 魏家到底给惯了多少气韵 才能养出来一只会说话的煞灵 魏长庚倒是处遍不惊 安静地坐着 我急忙施法 风来 哎哎 我开个玩笑 你别玩真的呀 虽然我是煞灵 但是我是个好煞灵 他急忙吸附住魏长庚 我停止施法后看着他 示意他说话 我就想回到我的容器里面 这片区域的煞气都被你的阵法阵着 可是世人贪心 作恶 都会形成煞气 源源不绝 要想真正斩除是不可能的 我的存在是合理的 我擦拭了一下陶木剑 继续说 你曾祖看中魏家 本就是想借魏家风水浮以阵法化煞 魏家是中途被歹人所害影响了气韵 其他煞灵也不是博山炉的控制范围内生出的 所以才会害人 那你想说什么 我把他从看起来已经虚弱的魏长庚身上扒下来 他打了个阁 魏家阵法既已破除 你就让我继续住在博山炉里面呗 万一有朝一日我被度化 那就是仙灵了 这个阵法不能被任何煞气影响 就算你说你是个好煞灵 我也不能留你 我看着他 况且我怎么相信你 煞灵停空画出一只手 我跟你千生死气 我帮你一起吞噬其余煞气 你保我灵智 我费尽从箱子里面 扒拉出一张好久不用的顶级符纸 和他签订了契约 成交 就这样 煞灵归位 被我打包送去了市中心博物馆 我被奖励了两千 文物局还送了我一面锦旗 他表示对博物馆非常满意后 我调整了法阵 让博物馆上的灵压松懈些 回学校后 林婷婷整个人都粘了 不负之前大小姐风采 他从前的狗腿见我来学校 小心翼翼的凑在我跟前 江凡 你吃瓜没有 我挑眉 就是他和魏长庚的婚约 其实在小时候就没有了 他爷爷看那时候魏家要没落的样子 就单方面解除了 没给魏家留一点面子 就是就是 现在他倒是看见魏长庚优秀了想贴上去 可是是他家先出而反而的 明显你和魏长庚更配 另外的人也凑了上来 故意大声说 林婷婷的脸上红 想说什么却不敢开口 我没说什么 魏灵却拎着灵时代出现在了教室外 朝里面晃了晃带子 林婷婷见到魏灵简直要哭出来 魏灵姐让一让 魏灵直接越过了她 将反 来拿零食 林婷婷终于绷不住哭了出来 疯狂向我道歉 对不起 以前是我的不对 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 原谅我吧 现在魏长庚是你的了 同学们的崇拜也是你的了 我只想安安心心地读完大学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专业 他趴在桌子上哭得气不成声 魏灵不满地拍了一下他 喂 你别搞得好像我们江凡欺负了你一样 我可听说之前都是你欺负他呀 我吃着零食 行了 原谅你 别哭了 周围的同学听到后马上吹我的彩虹屁 不愧是江凡 格局就是大 就是就是 情绪稳定 人又厉害 我宣布他以后就是我的女神 我是梵卫兵 林婷婷听见后哭得更厉害了 我拉着魏灵 给他递了一枚住学业的符 然后离开了教室 刚刚你怎么不羞辱一下他 他可是造了你不少谣呢 我摇摇头 他人又不坏 就是大小姐脾气罢了 我羞辱他我能得到什么呢 而且现在那些摇不是都破了吗 被同学唾弃已经是他的惩罚了 可是 魏灵还在愤愤不平 我拿灵石堵住他的嘴 我当时第一次来你家 你对我也是这样的 他立马不言语了 林婷婷还是扛不住舆论压力 被父母安排赚去了国外的学校 临走前他父母还专门带他来在全校面前 诚心地公开道歉 另外给了我一笔不菲的驱邪酬金 我把这两笔大生意的酬金大部分捐给了公益组织 留了一部分补充法器 接下来的大学时间里抽空去考了个道士资格证 虽然我老底子肯定够吃 可新时代新规定 赚这个钱我还是要与时俱进 我看着囤的满满的符纸和朱纱 满足感爆棚 在博物馆的煞灵打了个冷战 我怎么觉得有人在背后要害我 拒绝了 打散步 看怎么看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